嘿你好我是罗磊 我是一个程序员 也是一个摄影师跟视频制作人 这里是我的视频节目佐罗TV 准确的说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前程序员 上个月的话我离职了 关于我的离职 我很真诚的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编程五年我离职了 发带了我的博客和公众号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扫描二维码 去看一看 在这里的话我不会多说 我应该会专门的抽一期视频 来聊一聊我为什么离职 好了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吧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 是来自SMATA的便携华卫Slide Mini 目前这款产品还在最后的众筹阶段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经过我一个度月的使用和体验 我个人感觉这个Slide Mini 可能是2018年最佳的华卫产品了 首先说一个背后的故事 其实这个Slide Mini 是我一个喜欢摄影的朋友 因为觉得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不能满足它的需求 就干脆自己动手 按照自己的需要 开发研制了一套便携华卫 真的算是自己动手 丰衣足使了 佩服佩服 好了废话不多说 进入到我们的开箱和体验吧 首先来到我们的开箱 我拿到这一台是属于样机 所以可能与最终的产品会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总的来说 不管是硬件还是配套的软件 这都已经是完成度很高的产品了 包装采用白色的长条形纸盒 表面也很简单 只有产品的名称 logo和样机的说明 是的 这是一台工程机 打开包装 一张简单的说明书 简单的介绍了Slide Mini华卫的硬件 和使用方法 里面的白色小盒 配置了三条标准的2.5mm快门线 支持佳能和索尼的众多机型 官方有说明 如果需要其他诸如尼康 松夏等品牌的快门线 也可以免费申请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Slide Mini华卫真身 Slide Mini采用一体式设计 不需要自己组装 开箱即用 Slide Mini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小 大概有两台iPhone这么长 厚度仅为2厘米 采用全金属的外壳 重量约0.56公斤 给人感觉还是挺扎实的 可以比较轻松地放到背包中 整体的设计十分简单 机身上除了logo 就只有左右left和right的标记 中间的滑块上 有一个标准的3%螺丝 可以自己搭配合适的云台 配合自己的相机使用 华卫底部四角 有四个防滑垫 中间有一个3%转1%的螺母 方便接到三脚架上面 机身侧面 有一个USB Type-C接口 还有一个快门线接口 在这里不免要大家表扬一下 与时俱进 使用Type-C可以直接充电 除门少带一根线 Slide Mini滑轨的行程约20厘米 定位是便携滑轨 这样的长度 对于一些日常的滑轨拍摄需求 是可以满足了 滑轨类置1500毫安泥电池 官方称正常使用的话 可以达到48小时 过去这一个月使用下来 我只充了一次电 对于这类产品倒不用太担心续航 大不了随身带一个充电宝 充一下就好了 滑轨的使用和操作也十分简单 侧面有一个圆形的按钮 长按三秒开机 按钮上方有四个小的LED灯 可以显示当情的电量 还是十分清晰明了的 快速点击按钮两下 滑轨会自动向右滑动 点击三下则会向左滑动 点击四下 这会自动移动到中央的位置 随手拿出来 不需要进行其他多余的设置 就能立马使用了 是不是特别方便 接下来可能是许多朋友关心的承重问题 官方说滑轨最大承重是15公斤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人 会使用15公斤的摄影器材 放在这么一个小滑轨上面 当然 这个最大承重 也是根据滑轨的角度而有所不同 平放时有15公斤 垂直角度最大则是1公斤 我实际测试了一番 使用我的索尼A73 搭配适马的1835 再加上我索尼的监视器 还有兔龙 加起来差不多0.9公斤 以45度上下滑动 滑轨的移动没有任何问题 十分平畅 不免让人对这个小身躯的力量 叹为观止 接下来 就是这个便携滑轨智能的地方 Slide Mini支持蓝牙 在安卓和iOS上 都有相应的APP提供控制 打开蓝牙 无需手动配对 自动就连接上了 当你要使用滑回的时候 直接拿出来开机 打开手机APP 就能自动连接 对于旅游摄影爱好者来说 这细微的优化 能够省去大量的配对麻烦 算是一个贴心的设计 APP的操作也十分简单 主界面能够控制滑回左右滑动 也能通过上面的圆形进度条 控制滑回移动的速度 单击按钮可以向指定方向滑动 也能随时停止 没有什么复杂的设计 能够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了 高阶一点 APP还支持延迟摄影 定格动画等设置 只需要简单滑动 就能设置间隔时间等等 对于延迟摄影爱好者来说 省去了自己计算的麻烦 也是挺方便的 APP这里还有一个小开关 滑轨的开关机和移动 都有滴滴提示声 如果你觉得这个声音有点烦 也可以直接关闭 对于那些拍摄采访的朋友来说 这也是一个比较贴心的设计 使用这个滑轨一个多月 我个人是把这个滑轨 加入到了我的阿尼巴 最佳摄影产品名单中 画面稳不稳 是视频拍摄的一个重要基础 如果说这几年 逐渐开始流行的各种相机稳定器 能够让你的视频作品 从六七十分达到八九十分 那么一个好用还智能的便携滑轨 只让你的作品 有冲击九十分以上的可能性 一个滑轨 能够给你带来更平更稳的镜头 不管是外出旅行时的延时 还是居家工作室的进屋鞋身 滑轨都能让你的出财 又多了一种展现形式 便携和负重 是旅行摄影需要考虑的一大因素 Snyde Mini这种一体式的便携滑轨 能够轻松地放到背包 不会带来太多的负担 算是一个足够平衡和优秀的选择 目前Snyde Mini主要针对海外用户 但是国内的朋友也可以预定 据说正式发布后 价格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现在的价格对于我来说 相比同类同规格的产品 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去关注一下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分享了一个很酷的华贵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节目 欢迎点赞和订阅 你也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我的个人微信是 你也可以加我 我们有一个很热闹的粉丝群 大家加我的时候就好备注一下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见 很快就会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